早前有網民野生捕獲馬國明 和未婚妻湯樂文 在法國巴黎的名店買東西 美湯疑似黑麵 而身邊的馬明 天然愛得來有一年無奈 疑似婚前吵架 馬明日前已經放著來香港 繼續劇集非常日志的拍攝 還獨家說回這一幕真正發生的甚麼事 在網上傳到恆恆恆的 就是一張照片在法國那邊被網民捕獲 其實當時是怎樣的 其實當時是我們在賣東西 我記得他們說阿湯黑麵 其實不是生氣的 其實原因是他很開心 因為我們猜不到到法國 他找到一些他想賣的東西 在香港可能在一些店舖中 排隊都不會有的東西 他在法國排到 即是他立即會給到他 所以其實他很開心 但是我們也在法國生活了這十星期 你便發覺原來你真的要適應法國的節奏 原來法國人的節奏 他們真的很慢 很優雅的 超慢 他們是很優雅的做事 很放鬆的 很悠閒地做 所以你很多時候要等 但我們香港人習慣了那時就很快 很急 就在想為什麼要等這麼久 那個畫面就是 你的招牌天然呆 其實因為我已經等到 呆了 其實我們心想還要等多久 就錯配變了這個畫面 可能網民就不知道 可能有些人就評述說他很生氣 其實他就很開心 因為他買到一些他想賣的東西 亦都幫朋友買到一些他朋友都想賣的東西 所以其實是很開心的 另外這次你去法國是否去拍過 其實是的 是的 也很開心 因為那邊有一個 我們請了一群人來拍 那群人很好 令到我們整個過程都很開心 馬明這天好像吃了誠實豆沙包一樣 認了和靚湯在巴黎拍婚紗照之餘 還忍不住戴贊准馬太太很漂亮 你拍照時看到未來太太 准太太會不會很漂亮 流口水 他是很漂亮的 還有因為他這次很好 他找了一些衣服 他找了一些衣服 那些衣服都很漂亮 我們發覺他拍了六、七套衣服 全部都很漂亮 所以他都要 我想他接下來是頭痛如何選擇一些照片 是的 但我就覺得 一來他又合適了 他就合適了 就算上那些衣服 又很配巴黎的環境 變成各樣東西就覺得很漂亮 但當然照片現在還沒看到 沒得看著 因為還有很多東西要收拾 希望如果遲些 我們看完之後 阿湯或者他看看何時會再公開發給傳媒 到時就會發給大家 而靚湯亦大方上載和馬明歐遊的片段 看到梁口子真的很甜蜜 靚湯還留言說 期待了這個旅程三年 還感謝馬明做柴可夫 這對CP還有去法國著名天空之城 周杰倫也有去拍專輯封面的 盛米歇爾山道遊覽 馬明還說想不到去到小鎮 都有人認得他們 我們開始還沒拍攝之前 我去過法國北部的一些 很偏僻的一些 他們叫做那些堡壘的酒店 想不到 那些年輕人好像二十多歲 他也認識我 當然他是華人 但他也認識我 我們也想不到去到那麼… 我們開始想到 Paris可能有機會有人認得 就是多旅行 但想不到我們去到那麼偏僻的地方 都有人認識 所以原來TVB的歪力都很厲害